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樂部客 我是水夢刀 沒有錯 我今天想要談的一個主題 就是我想要回應一件很多人最近在問我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不想要每一個每一個去回覆 所以我拍這個影片就是想要同意的跟大家說 沒有錯 我跟有幼分手了 因為前一陣子我們的影片裡面提到 是我跟有幼的工作分開 但沒有提到感情的部分 會在這個時間點講這個東西或拍的影片 是主要一方面是想要跟所有人講 或是跟很多合作的廠商知會一聲 因為之前跟廠商還有跟外界 很多人他們可能都會問我說 啊 怎麼跟有一起來啊 或是什麼工作的會議都會詢問到這一塊的東西 然後我都要每一次都要再解釋一遍 然後可能大家都會用那種什麼 好 沒關係啦 不用什麼難過什麼的事情去鼓勵我 但我其實會有一點點造成我惡毒傷害 因為我可能碰到這件事情我心裡上 當時是還沒有完全的放下 所以如果談到這件事情 我就每個人要去解釋我覺得很累 所以我就一次信 我就是這一次我拍影片 我就只拍這一次 我只是公佈公開聲明這一次 然後至於這個影片之後會被射不公開或是關掉 有可能 那我是想說就這樣一次 然後另外一個用意是我希望可以透過這影片 讓我有新的開始 就我不希望我自己再沉溺於過去的感情走不出來 我現在前一陣子就是很很嚴重 因為我們已經分開了一陣子了 然後這部影片推出的時候就又更長了嘛 已經分開了好一陣子了 那在這段期間我其實 如果前面不可能有看我的影片 應該有些微的發現就是我情緒上面 是比較低落的 就可能有些人會留言 啊看起來好像摺眼怎麼這樣子 那因為我也不想遮掩 這確實就是我人生一個挑試時期 我不開心或是我難過 這是事實 然後我也覺得很難說完全在一陣面前就啊很開心 但我當然是會盡力就是正面 然後盡量就是呈現好一面給大家 對主要是這兩塊 然後還有希望就是我們兩個之間都可以走出來 那可能很多人會問我分手的原因 但基本上我覺得很大多數一開始 是因為工作影響了感情 那尤佑當時也是覺得工作影響了感情 另外一部分是因為她也有她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她一開始的時候就先選擇退出 然後我們想說退出之後 當工作跟感情分開之後 我們可以想辦法讓感情回溫 想辦法回到那個好的狀態上 可是卻發現我們還是一樣沒有改善 就是還是一樣會有很多的爭執 然後很多的不愉快 甚至是影響彼此的情緒波動很大 就前一陣子我可能也是會 比如說就是聽到類似的詞彙 我就可能情緒就上來這樣子 對 會影響到我們彼此工作的情緒 所以後來我們還是就是決定和平的分手 就她也覺得我們要分開 我們兩個彼此都有下這個決定 不是只是單方面有一個人下這個決定 就簡單來講 我們都覺得我們彼此現階段是不適合 那既然不適合的話我想也不用再 就是取好很多時間下去 對 然後因為我老實說 不難過是騙人的 就一定還是很難過 對 因為老實說一開始 我其實並不想拍這個公開影片 對 因為我覺得拍這個公開影片沒有必要 因為這畢竟是我自己私人的感情的問題 我覺得拍公開影片完全完全就沒有必要 然後 但我拍的原因 我如前面也所說 就是我希望就是 切割乾淨 然後還有就是希望有人讓其他廠商知道 或是讓我身旁的朋友說 粉絲一次知道 那我就不用再一個一個去說明 那這件事情我有偵詢過 有又有同意 就是她也是 一開始會覺得說 我可能做這件事情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就覺得這件事情不需要講 可是 我有剛剛講過之後 她有尊重我 就理解說如果 當我每次還要再跟錯人講的話 那覺得我這樣子直接一次性講出來會比較好 那就尊重我的決定 所以這件事情就算是一個一起討論吧 就為什麼會選擇現在才拍這個影片 是因為 我們其實分手一陣子 我們當時都還在放下這段感情的過程 所以當下是沒有辦法去接受太多刺激 或是我拍的影片可能對我們兩個彼此都會造成比較大的影響 但因為現在我們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們也比較放得下這段感情 所以我才拍這個影片跟大家說明 對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 我應該說前面一些該難過的時候都難過過 現在算是一個療癒好的時期 就是我重新有振作起來 然後我其實拍這個影片呢 前面這一些東西都不是我想要特別去講的重點 就是關於是不是聚在一起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就是人生就是會有這個階段 你就是會遇到 可能當你們兩個就覺得真的走不下去的時候 還是會遇到分開這件事情 那很多人可能會覺得這是一個浪費生命或浪費時間 你浪費這麼多時間 你們兩個在一起 而且甚至是 就前一陣子就是 我們的第N年的週年 然後那一天就是有又把東西都還給我 就有一些我的小東西 也不是很多東西 就是簡單的東西 然後 算是正式一個告別 就是兩個人 算真的切割乾淨 就 放下 願意放下彼此 所以我才決定到來拍這個影片 就在這拍這個影片的 前些日子 就是沒多久 重點是 我覺得這就是 一個人生必經的過程 那我不覺得這完全是失敗 因為我一開始其實覺得這個感情算是蠻失敗的 結果在前面的影片有提到 就像是萬萬沒想到那一部影片 但我後來想想 就是 今天的我會在這個螢幕前 就是三年前我做了一個決定 所以知道就是現在的我 而現在如果我又不相信感情 或是我相信我可能我覺得不適合在談戀愛 可能我自己不適合愛情 或是我覺得 可能 我不願意再踏入一段關係 的話 那你思考一下我三年後會變成怎麼樣 那我想我三年後應該就是變成一個 真的就不可能會有感情那樣 因為 當你就不願意相信愛情 你怎麼可能會獲得一個好愛情 我會覺得這件事情也是這樣 然後我也會希望 我拍這個影片其實也是希望 就是同樣也是希望我跟有優就走出來 因為畢竟我們前些時間 我們兩個人都過得不是很好 就 不管是各方面 我覺得 她很好 她也是值得好的人 對 然後我也是值得好的人 然後因為我現在就是情緒比較康蕩 然後跟大家講一件很白癡的事情 就是 剛剛 原本我錄了一個 錄了這一個 然後發現我的mind 竟然 檔案沒有拉出來 壓到 然後就 我有得重新再拍第二次這個分數的影片 我真的覺得 我怎麼會遇到這種悲劇 就是 我已經講了一次了 我還要讓我自己再講第二次 這真的很痛苦 不知道欸 就 很崩潰喔 你說一般的影片叫我再拍第二次就算了 如果 是這個影片叫我再拍第二次 我 當時真的不想再拍了 然後我甚至覺得 這是天意 就是不要發出去了 但我現在就是覺得 不想要再 太過多的去沉溺 過往 或是一直被問到 類似過往的事情 因為這次的分手 就算是我們 和平的分手 所以我並不覺得 這有什麼 不值得不好說的 其實我們到現在 還是會有機會合作 就等我們這陣子情緒 穩定之後 如果之後還有機會的話 我們會合作 但就是 希望大家就不要在底下留言說 希望我跟悠悠還是可以聚在一起 因為我們確實就是覺得不適合在分開的 這也不是一個 一時半回 決定出來的答案 因為我在錄第一集的時候 其實如果像這樣子錄好像也不錯 因為我在錄第一次的時候 有 情緒有點不穩定 這樣子好像 我現在是比較 正向 對正向 最前面這件事情 就先放一邊 那我這次主要想要來講 就是遇到低潮的時候 或是你遭遇分手的book們 就我最近有做了一些練習 讓我嘗試讓我自己好過一點 然後我想把這幾點分享給你們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開始 嘗試獨自旅行 就這件事情我也 從以前到現在幾乎沒有一個人去過電影院 也沒有一個人出去玩過 然後也沒有一個人 就簡單來講我幾乎很少一個人 我一定會找一個伴 不管那是 男朋友也好 或是朋友也好 或是家人也好 我都不太常 就是一個人去某個地方 但我覺得 就是我在遭遇這件事情很難過的時候 我有朋友跟我講說 他建議我去這樣做 那一開始 我在就是分開這段期間 低潮的期間 就是九月我也完全沒有更新 因為我整個在低潮中 然後我再希望調適心情 然後另外一方面 希望重新找回我人生的目標跟方向 所以我就嘗試讓我自己嘎很多事情 然後做很多很多事情 或是 嘗試一直去 跟很多朋友出去玩 但我後來發現就是 回到 就私底下 就回到家裡 或是近下一個人的時候 還是會很 空虛 對 那空虛感很明顯 所以我就 一直就很不想一個人旅行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一個人旅行就會 有一些回憶湧上來 OK 對 可是就是 那段時間我也在學習 就是 自己跟自己相處 然後自己好好的面對自己 自己好好的重新思考 未來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那段時間 就是 獨自旅行這段時間是有意義的 對 但其實我也沒有真的旅行很久啦 頂多就一個人出去走走 或是幹嘛的 或是 逛書店啦 或是什麼 之類 對 對 但這個 我覺得這個不是說 不獨立 因為我 我之前也會這樣 但是沒有 特別在這種低長期的時候 去做一個完全是一個人的旅行 我在講什麼 好 簡單來講 我覺得 如果可能 面對 有類似情況 的不可能 可以 嘗試著獨自旅行看看 因為去獨自旅行的話 你會重新把時間留給自己 你會重新去思考自己的 一個狀態 對 因為 我們其實工作拆開了一陣子之後 然後 我們是希望感情可以提升上來的 但是因為 我覺得我們彼此都算是沒有時間 在互相經營這個感情 所以 最終還是決定 就是分開 那 那在分開之後 我覺得 我們兩個都需要一個 完全獨自的思考時間 自己個人思考時間 就是 獨立的空間 因為可能以前我們 綁得太緊密 就是我們可能 合作太緊密 那邊工作也在一起 然後感情也在一起 就絲毫 沒有把時間留給自己過 然後就會造成 好像從來沒有思考過過這件事情 好像 面對過自己 的心情 也沒有思考過 怎麼樣對自己的未來啊 或是方向 或是關係啊 怎麼樣去調整 就這件事情 就是也是學習很多 嗯 所以整個九月份 沒有更新 很大部分也是 就是 在 這塊上面 就是 調適心情 然後也是因為 可能要搬家啊 我回到台灣 然後我要重新去思考 我自己的方向跟目標 所以 我們兩個分開了 分隔開了 就分隔兩地 也不是在一起 然後有比較多 自己相處的時間 才讓我重新 找回重心 對 所以我覺得自己一個人 的時間很重要 所以我也是 就同樣分享 也不可能 然後第二點是因為 我開始在 第一件事情之後 我有慢慢離出一些 我人生想要做的方向 跟目標 所以 前一陣子我忙碌 一方面 當然是希望就是 把重心轉移到別的地方 然後讓我分心 這個感情的焦點 然後 所以 我會想把事情 塞很多 但我那時候 就會有人生目標之後 我就開始覺得 第二個就是 我找到我的人生方向 然後 我有一件就是 我開始就是 比較正向 因為前面當然就是 前面都很負面 因為畢竟 人在 心智能量很低的時候 就是會接收到 比較負面的東西 然後很容易就是 變得比較 不穩定 對 然後我在 找到目標之後 我就很清楚 我自己未來的方向 然後我也確實 給我自己設定了一些 要達成的計畫 然後在這個過程 我也開始 就是重新的 比如說我也 最近也開始 就是要設公司 然後開始找我自己的團隊 人員進來 還有就是可能 有一些 跟不同的人 合作的機會 我希望就重新的在 就是這個是我的目標 然後我希望就是可以 就達成這個目標 所以我有一個動力 我有一個 比較正面的能量 可以去完成這些事情 然後 我在這個過程中 也開計畫一些事情 開始跟不同人合作 然後進行開展自己的 另外一面 所以我現在算是 我覺得我心情有穩定許多 但我現在唯一放不下 可能就只是有用 對 對 他的狀況 因為我現在不太好打擾他 因為這樣會影響他的情緒 第二點就是可以找到 共同目標的朋友們 一起努力 就像是我之前 心智端年提到的 那個狀態一樣 然後還有就是 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 因為 終究 你要思考自己的 想要的未來在哪裡 第三點就是 正向學習 我覺得 其實朝一朝這件事情 應該就是 會很多人會覺得 是浪費時間啊 你浪費了這麼多年 然後跟一個人相處 沒有結果 但我看的 一開始我的角度 也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 這個算是失敗 但我現在後來覺得 想想看就覺得 原本會心裡想說 如果一開始不認識這個人就好了 但這樣就不需要浪費這些時間 或是造成一些痛苦的回憶才生 可是後來想想 如果沒有他 我會是像我嗎 可能就不會 因為如果我沒有遇到他 我可能也不會是現在的我 然後說我也很感謝 他在我 人生這一段時間 因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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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就我也很感謝他的出現 即使我們最後的 狀態是這樣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終點 這 就終點嘛 但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失敗 就是 他 他 可能是為你 當你回過頭來看的時候 可能是 當你回過頭來看的時候 其實你 從這個 關係中 學習到一些東西 會 會 就是你會更好的 你會 你個人會成長 你在下一段關係中 或是 在下一次會變得更好 所以我覺得 任何反面的事情 都會有一個正面的學習 所以我也會希望 從這件事情 有一個正面的學習 然後 幫助我 然後 變得更好 也讓他變得更好 因為我覺得其實關係之中 就是可以看出 彼此的缺點 跟優點 那 如果看到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我可以想辦法改進 或是 讓自己再變得更好 因為其實我們 都從彼此身上 學習到很多 所以我在正向學習的這個環節 我就是覺得 譬如說 像是如果我現在就 對我自己感到失望 或是覺得 自己就是不適合愛情 或是 就是 可能 就不對 對這個感情感到失望的話 或認為 譬如說 其他人 其他男生都是不OK的 那我 在三年後的我 肯定不會有很好的愛情 因為 我現在就下這個定論 我就決定讓自己這個樣子 那我三年後的我就不可能 我覺得不管我們現在遭遇到什麼困難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 辦法走出來 只是關鍵在於 你願不願意 你有沒有這個意願 然後你怎麼想這件事情 任何事情的 好或壞 都是取決於你的觀點 所以一開始我也是比較負面啊 認為說 為什麼要拍這個 然後拍這個影片 我其實更不想拍 然後 我覺得有點為丟臉 我知道我拍這個影片的目的 我當然也知道 有些人會覺得 拿這個出來講很無聊 正向的學習就是 我有一個 我覺得有一個很有趣的練習 然後這個練習 是我朋友跟我講的 當時我就很難過吧 嗯 我就譬如說把 就是我想像我自己 現在目前是這個狀態 然後一個另外一個是 成功快樂有自信的我 然後我想要走到這裡 但是 我被一個東西框住了 然後我需要把 這個框住的東西拿掉 才能走到這裡 然後我就在思考 對框住我是什麼 我為什麼沒辦法走到這裡 為什麼我一直困難在裡面 很久很久 逃不出去 就感覺是自己的思緒 然後 我就突然想到說 喔 是 就是 就是 我覺得框住 我覺得 一大塊就是感情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 眾人的眼光 因為我會覺得說 譬如說像我拍這部影片 我就會擔心 會不會有人覺得 在拍這個什麼 幹嘛拍這個東西 然後沒有邏輯 或是 這幹嘛PO出來給大家看 或是什麼 消費什麼 我不知道 大家會講什麼 但我不 我不care 就是其他人怎麼想 我以前就很自信 就完全不會 因為我會害怕 就是眾人議論 那 可是因為 當我前一陣子 就心智能量很低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去聽進去負面的東西 如果你心智能力很堅強 你內心很堅強 你不可能會去聽信 就是這些東西 因為他對方不認識你 然後對方只是憑一個 一面之詞去講 你不可能聽信 那在前一陣子就會很嚴重的影響我 對 但現在就不會了 因為我算是已經走出來了 我就前一陣子已經確實的 就走出來了 因為就算給自己一個告別 就希望讓我們兩個都可以更自由更快樂 然後這段時間就是前一陣子就是不去打擾彼此太多 就分開之後就不去打擾彼此太多 然後讓彼此都有個自己可以 有個空間讓自己自由 讓自己可以有一些發展的可能性 然後PO這個影片是希望大家可以給我們彼此就是 自由的空間 不要再把我們兩個綁在一起了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感情的事情 我決定放下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我花太多時間 再難過 或是 可能觸景傷情之類的 對 所以 我決定要放下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他放下我放下 我們才能夠進走 所以我拍這個影片的同時也是 我要做最後的方向 我們剛剛提到呢 有個框框框住自己了 然後我要走到一個快樂成為自己 然後我就想像這個框框 因為我把我拉到第三視角來看 我現在的狀況很糟 當我決定我不想要再受這些東西的影響的時候 我真的決定放下 因為我想成為這樣子的自己 快樂之間的自己 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那一下啊 就特別的好轉 因為當我今天要知道要拿掉這個東西 我才有辦法往下走 所以我一定 我就 讓自己願意做這樣的意願 因為有時候難過的時候其實是 你自己沒有這個意願 從這個泥沼中跳出來 你讓自己陷在這個泥沼裡面 然後不斷的 輪回 然後這樣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對 就是 當你今天知道你自己是受困於什麼事情 然後你有願意去做 那個力量是很大的 就是 起心動念那個起的力量是很大的 然後往往最困難的 就在那個起 當你有這個意願去做那件事情 就好像我們小時候 看到這個目標 這個目標很艱難 但是一旦我們看到 我們想要做 我們才可能會去嘗試 108種可能 或是更多可能 去達成那件目標 不然你更不可能會去做 這個關係是一樣的 所以我今天覺得 正面學習這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 我們當然可以用這個 比較負面的例子 去講說 我們怎麼樣怎麼樣 自己不OK什麼 但也可以從中 去有正面的學習 甚至是知道 這個結果就是一個人生的過程而已 就人生起起伏伏 它本來就是 會有好的事情發生 也會有壞的事情發生 然後正向的學習就是可以 你要知道 現在你所給自己貼的標籤子 所給自己下的決定 都會影響到未來的你 會是怎麼樣子的 所以我很希望正面的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 我不會因為這件事情 就覺得我自己不配 擁有一個愛情 或是我不相信愛情 我就覺得愛情是假的 或是真的就對自己感到失望 其實不必 非常不必需要 對 非常不必要 然後 我還是覺得 每個人都值得對自己 好 然後值得擁有更好的自己 然後在最後 我沒有什麼特別想要說明 因為我覺得我 拍這個影片斷斷續續 然後 可能這部影片的邏輯 不是很清楚 但是 就是 狀況糟 我就希望到此為止 對 然後之後 我就開始 因為我這 其實這一個月 我算是 有慢慢開展 自己未來的一個目標的一個計畫 然後有去 開始慢慢做一些執行 所以我就希望這件事情 到此 一個段落 然後希望我跟優優都有更好的未來 然後 我們兩個都可以比較自由快樂 好 所以最後我也再重新回去 回歸到這件事情 就是我跟優優已經分開了 然後 大家也不用再問我說 啊我們工作分開 感情是不是也分開 對沒有錯 我們現在是都分開狀態 我也希望 就彼此 大家給我們兩個一點空間 不要再去 就是可能再去 問一些太私密的問題 然後我 我們兩個主要就是 真正就是和平的分開 我們 就也很珍惜對方 然後也覺得 希望對方過得好 這樣就好 嗯 那謝謝不可們 一直以來的 陪伴到現在 對 因為其實這頻道 也算是經歷過 然後我上次下樓 然後我之後會 就是會有不同的改變 就是人生就是會有很多挫折 那我覺得說可能 面對到這件事情也是同時給 不同的不可們一個 就是 就是 我跟你們站在同一個地方 就是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會非常順遂 好 那 希望我們都有更好的未來 也希望不可們 如果正處於這種低潮期 希望你可以用我剛剛提到的三種方法 那就這樣子 掰掰 掰掰